新的朋友在这样的乡村窄路开车 最怕的是不是就是转弯 稍稍不注意哈 很容易发生寡费 那么今天哈 车哥就跟大家分享 转咱们这种直脚弯的 三个技巧 转过以后你再来这样窄路开车哈 相信我你也能一把轻松上手 像这样的窄路转弯 我们如果是窄路转接宽的一次 那么我们盯着我们的A柱 把我们的车辆尽量的往前开 让A柱夹脚和前方枪脚底部 重合以后哈 我们再转弯 这样转的弯我们叫转大弯 为什么要这样转哈 因为我们呢 这个如果有对象车来 我们好必让开 这个时候哈 我们的车头脚是不会挖身到前面的障碍物的 那么第二个哈 就是咱们稍微宽一点路转接窄路 这种情况哈 我们要协会加大车界 当然我们也是看我们的A柱 比如哈我们要左转 左右都有障碍物 左侧这里有墙 右侧前面还有墙 那么我们要转弯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加大车技 尽量加大左侧的车身车技 能甩的往右边甩一把 然后也是往前开哈 让A柱夹脚和前方墙脚底部哈 重合以后那么我们再打轮 这样转过去哈 我们的这个车头也不会刮身到前面的障碍物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开 那么第三种哈 就相当于是窄路转接窄路 那么这一种情况我们要首先满足的是车身不刮菜 对不对 把我们的车尽量的往前开 咱们可以看哈 这里是不是有一辆车 那么我们转过去哈 打轮时机不对很容易刮菜 那么我们就尽量把车往前开 一定要让车身先安全对不对 车身安全 至少过了我们的坐姿以后 坐姿过了咱们的这个脚或者障碍物以后 我们再打轮 也可以说尽量往前开 开到我们的A柱夹脚和前方这个墙脚底部 重合以后我们再打轮 这样转过去的话哈 我们的车身不刮菜就可以 但是我们的车头一把过不了 这种时候开到前面一点哈 咱们盯着我们的安全车机以后 往右打死方向盘 稍稍的往后退一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往左打方向盘 这样哈 我们车身不刮蹭 车头不刮蹭的情况下 就出来了 新手朋友 开车 是不是最怕的就是这种哈 载路转弯 我车哥哈 如果 我车哥哈 如果有用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